绝大多数朋友都没有见过小郭开车吧 我估计大家也都不知道 我们小郭其实是有驾照的 而且是个老司机 具体我们小郭老司机老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他的驾照已经老得过期了都 我是2017年考的驾照 17年1月 1月24号考驾照 到2023年1月24号就过期了 现在都已经过期了 原来就超过三个月了 原来我们开玩笑 老说小郭考的驾照 主要是用来给我扣违章的 销违章的扣分的 其实我开车是比较稳的 然后几乎就没什么违章 我自己的分就够了 然后小郭的驾照 几乎就没有拿出来过 然后现在过期了 我们那一天干啥呢 我突然想起来 我驾照是不是要省驾照了 是不是过期了 难道一看这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 所以能了 能吧 我不是听说人家说是过期三个月就不能认了 我给你查了 是驾照过期三个月之内还是可以开车的 然后呢超过三个月到十一个月 直接去补就行了 如果超过十一个月那就麻烦了 是吧 对啊 那我现在还没超过十一个月 你那是一月多少的 一月二十四 现在是多少 现在五月二十 超过三个月了 四个多月 对啊 但你不开车呀 不影响吧 所以我脑子里总有一个就是三个月三个月 三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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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月 重新考呢 吓死我了 走走走走 你当时考这个驾照可没少花钱呢 还是C2的 七千 对 你是C2的 20451到时候 我开不了 你开不了了 我也没想着开呀 其实我们小郭是可以开车 只不过呢 就是胆子比较小 开的次数少 然后呢 再加上我比较喜欢开车 就导致我们小郭几乎不开 大家都忘了我们小郭会开车这回事了 是吧 老四季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老郭说这是给我换证的地方 我没来过 我相信他 我考过偷车驾照的时候不是换过一次 哦哦 在这儿哈 好的 先到自助体检设备进行体检才办理 我现在体检了 我还记得你原来犯证的时候是人一步一步走过 现在就去机子就可以了 没有呀 我换证体检也是在那里面呀 一个机子里面 你犯这个驾照的时候 我说我考摩托车驾证换照的时候 到那里面很简单 基本上都能过 而且眼睛都已经做了呀 两个机器 自助照相 自助体检 里面非常简单 不配的 听力检测 请选择声明方向 正确 正确 请根据上方小屏幕图案 在屏幕下方选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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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向左转 请向左转头 身高级下肢检测 请保持立正状态 站立于踏板区域 身高测量中 身高右五五 我刚才第一次检测 我上肢 上肢 上肢一手 是我上肢有问题 手太短了 太胖了 跟蹄子一样 这反正太方便了 对呀 不是对于年轻人来讲 很方便 很省事 但是老年人 你看刚才你前面那个大叔 对 对 就 根据语音提示 站起来坐下 手上 手伸手 有经验了 而且跟你说 做眼睛之后 我看那个视力表 毛毛 太简单了 然后总共体检费是24 照相费是20 总共是47块钱 发证了 好多人在这拍 我的心下照出来了 就是这张照片 确实是有点 太丑了 这个证我我跟你说 照相体检 40多块钱 这就10块钱 这都是小钱 你知道吗 在我一换证的时候 人家跟我说 你有一个违章给处理 我一查 2020年的违章 已经过去三年了 这那儿就你缴了200 一共全了四块 好费啊 人才 人才 不过这个 这个罪我认 因为毕竟那次车是我开的 那个违章是我造成的 好了 这下我把证换了 安心回家 我们现在三只狗子得分开溜了 三只狗子节奏完全不一样 老郭大早上咱先把果肉溜一圈 因为果肉那个精力太旺盛了 跟果汁没法一块溜 把果汁拖着走 然后呢 果汁跟果粒之前是一块溜的 现在也没法一块溜了 果粒走太慢了 果汁登登登登跑好快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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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胆子大呀 他平时他看见那几个猫他都绕着走 本来应该走直线 只要那几个猫在那他都会绕一下 今天还往跟前凑挨揍了 一凑就挨打 挨揍了吧 没事吧 没抓住吧 没有没有 啥事都没有 把我吓得把国立赶紧抱起来 这几个就是小区里的流浪猫 天天都能碰上 今天就挨揍了 本来是 流血了 看流血了吧 我就说挨着了 回去给他削下毒 没事 以后离人远点 远点 这还记住了没 都怪我 都怪我 都怪我把身放长了 我以为他会绕开的 都怪我 不好意思了 果汁 没想到你这么怂 这个猫也太狂了吧 追过来了 果立还给人家摇尾巴呢 果立还摇尾巴呢 果立还摇尾巴呢 果立还想追过来 我这揍他 不敢去不敢去 该走该走 该走该走 躲躲躲躲 真爱生命远离野猫 没人潮幻幻想前后 感谢观看